不是吧不是吧 大拍眼能踩雷的吗 这真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穷人的一个知识盲区啊 喂 阿萨啊 我被骗了 请问你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吗 我真的好穷啊 不是我说 你们给我评评理啊 以下我这些产品究竟是不是雷啊 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NARS的亮彩持久粉底液 我的个鸭鸭 心都在低血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官网上面购入的 一共是510块钱 跟我吃吃喝喝好几天了 我跟你们说 刚开始上创的时候真的是绝了 他的质地虽然说流动性不强 但是他的质地一点点不厚重 然后好推开 上完之后就觉得 无瑕的美丽 只有我自己品尝 甚至就觉得自己是个明星你知道吗 然后两个小时过去了 明星过气了 明星被逐出了娱乐圈啊 干干干干 啊 我现在这里说的不是脏话 就是干 脸就是浮粉 起皮 鼻翼卡粉 鸡粉 而且我跟你们说 出油后 这个妆就脆弱的像张纸样 你用手指轻轻的一抹 整个妆就会被带走 就像你们的爱情一样 第二个 sorry 还是我们的Nar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American woman的这只色号呢 我当时看到以后 我立刻二八没说 我就脚带过公辱了 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 结果就是 首先啊 我收到的时候 他的这个刷头 直接就是一连串的美国问号 问号 问号 这个刷头是真的够强硬的 又肩又硬啊 他非常不好去瞄你的唇边 我每一次使用的时候 他都会瞄出界 就整个就是 很不舒服 很 刚上嘴的时候 颜色非常漂亮 然后是哑光雾面的那种 妆效非常的高 就像模特一样啊 他不算干 但是他成功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些都非常的棒 B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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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之后 他就开始变干 哎 他变干也就算了 他拔干的程度是我自己个人还能接受的 最让我受不了的 是他具显唇纹 唇纹是一条一条 展露无遗的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直接当成那个跨栏赛道你知道吗 你不是我跟你们开玩笑好吗 Lars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变我的简人 最后一个 是在哪里见过啊 老网红啦 当年啊 这只可谓是叱咤风云 我就不信你们当时没有被这只种草到 我呸 你不配 他的一个质地是那种很湿湿润润的 就直接还可以当润唇膏使用 确实是那种水嘟嘟胶滴滴的那种感觉 但是令我震惊的是 当我涂完他就一个看视频的一个功夫 我就不知道这个口红仿佛是学了什么神功一样 把我嘴唇内部的水分一点一点的抽干 你知道吗 神奇的点是什么 他嘴唇摸的还是油的 润的 就是这种内干外润的感觉 让我非常的困惑 这真的是很矛盾你知道吗 比我最热爱河还要矛盾 我还没有最热爱河的 而且它是极度的粘杯 并且是不成磨的 就是你真的是轻轻的鸣口水 你的整个唇装差不多要掉光了 而且它还会有非常严重的一个色块的堆积 鸣起似嘴喝几口水之后 你不仅颜色已经全部掉了 而且你还会在卷轮边边上发现一些色块的堆积 深深浅浅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不太适合唇色深的人 真的是它涂上去唇深的人就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杨树林 你当年的热搜是花钱买来的吗 今天也是在雷红顶的一天 看在我这么可怜一剑三雷的情况下 你们还不给我一剑三鸡吗